這輯相最近在內地網絡上引發不少討論 上片記錄了農村老友記的日常生活 拍出他們純樸又樂觀的一面 這輯相出自閃西九十後許海的首筆 許海生活在大城市西安 平時最喜歡來到鄉下 幫一位陌生的老人家免費拍照 許海說 每位老人家都是一本書 是活歷史 和他們聊天可以擴闊眼界 我覺得一個人一定要有一些經驗和人生的經歷 或者需要一些苦難 這樣一個人才會成長 才會豐富起來 他的內心也會豐富起來 我就去找老人聊天 其實剛開始就是和他們聊天 聊天結束之後 然後給他們順便拍照 幾年之間 他已經拍了五百多張照片 有人問他可以堅持多久 許海就回答 這個是自己的興趣 用堅持這個詞語並不合適 他會一直做下去 他還幫自己定下目標 計劃幫999位老人家拍照 將老友記的純樸和樂觀傳播給更多人 他亦希望可以值這個機會呼籲社會 更加關愛身邊的老友記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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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